人行道上的变电箱被装了镜子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透明的 这个变电箱设置在桃园市的中立区 被红布绑了一大面的镜子 还叠了三颗大石头 引发了网友关注讨论 说比较像是在挡凶煞来震邪 而根据推测很可能是发生过车祸 只是因为角度的关系很像透明的 没有注意更容易撞上 台店跟里长到场会开 原来是槟榔摊 怕客人买槟榔 聆听的时候发生碰撞 拆装了镜子提醒 现在经过劝导之后呢 已经拆除了 你好我是宋燕鸣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